史记中记载 在秦始皇咸阳城的宫殿前 屹立着十二尊大铜人 因为铜是黄色的 所以又被称为十二金人 他们每一个都非常巨大沉重 浑身雕刻着精细的花纹 各个精神抖擞 日夜守护着秦王宫殿 铜人造型之大 制作之考究 为历史罕见 这在史记秦始皇本记和过秦论中都有记载 那么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 为什么要耗费巨资 铸造着十二个笨重的铜人呢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 为了要坐稳天下 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收缴和销毁 流散在民间的兵器 防止别人造反夺权 恰巧当时流传一首童谣 徐去一 显于金 百邪屁 百瑞生 意思就是 秦始皇想要世代繁荣 必须多造金器 这样才能百邪回避 福瑞丛生 秦始皇一想 正好 又能收缴武器 又能顺应天意 于是下令将收缴的民间兵器 集中到咸阳 筑成十二尊铜人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 有一天秦始皇正在宫中休息 突然梦到天空昏暗无光 还有鬼怪作祟 他非常害怕 正在手足如措的时候 忽然一个白胡子老道来到他前面 和秦始皇说 这十二金人 方可稳坐天下 说完秦始皇就惊醒了 秦始皇那时候以而迷信 很相信方是道士的话 于是便建造了十二尊铜人 那么今天的我们怎么看不到 这十二尊铜人了呢 逃哪去了呢 有些历史学者猜测 很有可能是毁在了董卓的手上 董卓率军攻入长安 将这些铜人销毁 铸成了铜钱 还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说法是 根据史料的记载 这十二个铜人没被销毁 因为这是秦始皇生前最喜爱的东西 等秦始皇灵盖好了之后 就和其他的奇珍异宝一起被埋入了皇陵之中 也许只有等到秦始皇陵全面开掘的那一天 这个历史谜团才会水落石出